大家好,我是素雅和 这两天又是被各种新闻 各种让人真是不忍直视的新闻 搞得是心情挺沮丧 这个世界真是一个糟糕的世界 是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 而且每个人都没意识到 谎言正在统治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没意识到 每个人都是被谎言伤害 然后每个人都没意识到 每个人其实都是谎言的制造者 然后每个人都是谎言的受害者 然后每个说谎的人都那么的充满自信 然后我们这些围观的人 也觉得没什么事不关节 那是高高挂起 真的是特别神奇 第一个事情是 中国的凤凰卫视 一个女记者在川普的记者招待会上 人家川普总统问她 你是你在为谁工作 你是哪里的 她说我是凤凰卫视的 凤凰卫视是个什么机构 凤凰卫视是不是个中共的中国的机构 然后她大言不惨的 满口谎言的 一点都不含糊的告诉川普总统 凤凰卫视是一个私人机构 你说这个中国人撒谎 怎么就如此的理直气壮呢 单凡你是一个人你知道凤凰卫视就是个大外宣 就是中国安全部办的一个面向海外华人洗脑的这么一个东西 看上去好像是个媒体 其实是一个五毛机构 这些年没少作恶 就是个特务机构 凤凰卫视的每一个记者 每一个编辑 每一个主持人 每一个工作人员 全都是特务 就这个说谎 真的是一点都不凉红 而且肯定还觉得自己挺得意 挺有智慧 回来以后还估计还要 还要领导还要嘉奖她 给她发奖金 你说这 你说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吗 为什么就不稍稍反思一下 你这样说谎好吗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中国最近出口到 欧洲的很多国家 比如丹麦 比如河南 比如瑞典 比如英国 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假冒伪劣 中国所谓的中国制造 说过无数次了 它其实是叫谎言制造 谎言这个东西 看上去像一个人的 一个情感行为 一个语言行为 它最终表现为 一个人的生产行为 一个人的市场行为 你说中国 在中国本土 哪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呀 我们中国人人都知道 你出东西一定要小心 你不要遇到假货 中国人已经念旧了一种辨识 假货的一种所谓的能力 其实你根本就辨识不出来 在中国这个地方 人人都造假 人人都被一些谎言伤害 人人都是谎言的高手 你说马云跑到香港 跑到美国嘚瑟 在那里说自己 作为一个企业家 是怎样创业的 给那些年轻人传金送宝 给那些年轻人分享自己 做企业家 成为一个世界级企业家的经验 你摸摸你的良心 你用你的脚趾头摸摸你的良心 你想想你的淘宝的 你的阿里巴巴 你的淘宝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不就是撒谎吗 不就是假冒伪劣吗 什么是假冒伪劣 假冒伪劣表现为产品的一种 非常垃圾的形式 但是它的内在的一种观念的形式 就是谎言 我说的够清晰吧 哎呀 看到这些消息真的是 气死个人 真的是 又气愤 又觉得西方人 真是太小清新了 你说你白宫 你这么多的高手 这么多聪明人 你怎么就能容许这种 满口谎言的记者 跑到你的记者 绕在会里面 去讲不讲的提问呢 有什么好让他们替的呢 你说欧洲那些国家 你好日子过得太好了 你连什么诗谎言 你都辨识不出来了 你这还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你还是一个文明人吗 怎么就不引起警惕呢 哎呀 特别生气 另外第三个新闻 就是美国纽约 纽约市那个市长 你会发现谎言 只要是人的地方 就有谎言 不单单是中国 所以我就发现 一个惊讶的事实 一个人 或者一个群 一个族群 或者一个社区 或者一个什么什么国家 或者一个时代 你只要离开了上帝的话语 你只要离开了上帝的 同在的生活 你就是一个撒谎 撒谎就是你的生理反应 就是你的本能的选择 就是你为了自己的一点小腻 你阴头小腻 你所制造出来的所谓的一个人生的技巧 一个智慧 谎言就是智慧 你看到美国那个州长 在那里天天骂白宫 骂川普说这个联邦政府 不给他呼吸机 然后说美国怎么怎么的 纽约怎么怎么低 结果呢 做了两件事情 出了两件事情 第一是川普在推特上说 我给你撇了多少呼吸机 你现在放在仓库里没用 给他就是 货人家是来点干货 结果那个州长没话说了 然后又开始狡辩 你作为一个 纽约市的市长 你作为一个市长 你不赶紧把你的这些 这些宝贵的衣料设备 用于救人 你在那里 对一个白宫的总统 有什么意义呢 你为什么那么几千件 呼吸机 你放在仓库里不用呢 然后你还想 还责怪联邦政府 责怪白宫 没有做好呢 那撒谎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么一个白人 这么一个 应该也是一个从小就生活在 一个基督教传统文化下的 这么一个人 你为什么要撒谎呢 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诚实吗 难道你又不能说句实话吗 而且与此同时 这个人又花了大量的钱 花了好多好多意义 跑到中国进什么呼吸机 那东西全是假的 全是次品 假冒伪劣 你看你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期 已经离开了上帝信仰传统的 白人所做的事情 他一样的跟我们中国人一模一样 跟疯狂卫视的记者一模一样 跟那些搞假冒伪劣产品 这个靠造假 赚钱的马云们是一模一样 你说这个人性真的是通的 所以区别就在于 有的人如果还继续走在 上帝话语的语境里面 你就稍微好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人性 真的是不确定的 每次看到这个白人这么糟糕 我就在想 哎呀真的是 我就想起圣经理的话 你们要常常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 你也要小心点 你不要以为你受了信 你有了信仰 你就怎么立即 就变成个圣人了 你该撒谎的时候 如果你偏定了这个怒 你还是会撒谎 不要自我赋予一种圣洁 不要自我为义 不要觉得自己 好像现在就有一个 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没死之前 你还是个坏蛋 我就敢承认 我没死之前 我就是一个混蛋 我可能稍微比过去 好那么丢丢一点点 但是我还是个混蛋 一旦我离开了 我的信仰生活 一旦我开始自以为是 一旦我开始 一天到晚 一五喝六 我就是开口就会撒谎 就这么点道理 可是人那时候 他就不懂 有那么复杂吗 他没那么复杂 第四个新闻是什么 那就更让人气愤了 就是刚刚发生的新闻 又是川普总统的 记者招待会 站起来一个 亚裔的面孔 就川普这个人 很警惕 上来就问你 你说哪里人 然后说我是台湾人 一听 人家还挺高兴 哎呀 现在这个中英 有一个台湾媒体来 那台湾跟美国是盟国 是吧 跟盟友的国家 还挺高 结果后来一查 发现他根本有 在撒谎 他是中国臭不要脸的 东方卫视的一个 派出的一个记者 这个人 这个年轻人 这个记者 敌提训是台湾人 但是一定是 被土共的大外宣 土共的统战收买了的 一个台湾人 一个在中国 为共产党工作的一个 出卖台湾的台湾人 而且他撒谎 你这个时候 你的身份 你之所以能够坐在 总统记者赵大会的 那个座位上面 你绝对不是因为 你是一个台湾人的 这么一个护照 而是因为你是 东方卫视 是一个媒体记者 那么你就应该 诚诚实实的 诚实的说 你就是一个 为中国东方卫视工作的 这么一个记者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自己一口气 说很多这样的事情 就是你就会发现 原来你很惊讶 原来我们这个世道 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人类社会 真的是早已经被谎言占据了 到时都是谎言 从美国的fake use 到中国的无处不在的谎言 从土共的谎言 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谎言 从中国人的谎言 到美国的那些 满口都是谎言的政客 从台湾那些出卖 台湾利益的台湾人的谎言 到此时此刻 我的嘴巴里的谎言 这世界真的是被谎言堆积的 哪里有城市 人要做到城市 何其难呢 但是为什么呢 真的特别的特别的挫火 我想如果说你 你继续听我在那里数来 继续听我在那里 说段子的话会说一大堆 真的无处不在的谎言 但是我说过 我们这些人 尤其是我自个儿 我在那里做视频 我如果就一通臭骂 骂一会儿 纽约市的市长 骂一会儿土共 骂一会儿土共以后 又骂凤凰卫视的记者 然后又骂东方卫视的记者 然后又骂谁谁谁谁 骂三句轻案 骂完了以后 然后自己洗洗就睡了 你说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骂来骂去 你还得骂回自己 因为只有对自己的辨息 你才是真实的辨息 你如果去骂了半天 骂别人骂自己 然后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圣洁的 就是一个高明的 就是一个诚实的人 那你还不如去直接上战场 去撒谎呢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 真的我就要愿意 那一心下来 我们辨息一下 为什么人类就这么愚蠢呢 这个人类时候看上去很高明 你看各种科学技术 各种设备 各种漂亮的房子 各种 总之看上去很美好 可是就是在最基本的问题上 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 如何做到 尽量不使用谎言 就这么一个最最最基础的问题 他就是做不到 不单单是中国人做不到 美国人也做不到 不单单是 没信仰的人做不到 他有信仰的人 他也做不到 我们这个基督徒 我们有信仰的人 不要以为我批评别人 我就不批评自己 你首先你得要认识到 所有人都有罪 没有一个人是义人 所有人都撒谎 没有一个人愚诚实的说话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就这么最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呢 但是为什么呢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应对 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谎言的 这么一个局面呢 我们应该怎样在 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 稍微要好一点 过一点点 稍微诚实一点的生活呢 以至于自己看上去 不像一个畜生呢 以至于自己看上去 像一个人呢 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我们都要思考 我觉得这个圣经传统 我们都知道 这个圣经传统 它有个很著名的一个实际 是人类的律法的 法律的 这个圆头 我曾经看过一个美国版的 一个出IG 然后一开幕 不是电影画面 而是出来一个人 从幕部后面走出来 说我们今天 一个电影 就是我们完美的呈现了 出IG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件 这是我们人类法律的源头 人类所有的法的精神 法律的条款 都是出自于世界 摩西世界 摩西世界你说它也复杂吧 它不复杂 如果说前几条 前四条 还有点复杂 让你不要拜偶像 让你不要拜别的神 是有点复杂 但是后面几条 它就是大白话 其中有一条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做假见证 就是你不要撒谎 美国人宣誓 你为什么手上 按一个圣经 就告诉你 上帝与你同在 你的手放在圣经上面 放在拜博上面 你不要撒谎 你说这个东西 你如果没信仰 你就是开玩笑的事情 我的手放在圣经上面 由我心里撒不撒谎 它有什么关系 它怎么可能 对我构成一个约束力呢 它没有啊 所以这就是 这说起来又简单的 又复杂 其实就是起常识 为什么我们要反复讲 圣经就这么一本书 已经几千年了 如果说人类文明 正而万经的文明 有三千年 你再过三千年 还是靠圣经维系 你再过三千年 六千年 还是靠圣经维系 就这么一本书 但是人类就做不到 比如说谎言 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 这个圣经它是解释 一个人怎么做到不撒谎呢 你必须要上帝 住在你的心里 首先你相信他 其实不仅仅你相信上帝 而且你要相信上帝 就在你的心里 基督徒叫做以马内利 上帝与我同在 亚当斯密怎么讲的 叫做你的内心身处 住了一个无偏差的 公正的 审判的 与你同在的 这么一个旁观者 他看着你的 所以你想想 他是在你的心里面 他不是一个外在的 一个存在 而是一个内在的存在 如果你一个人 你首先你没有信心 你根本不相信上帝 你接下来你就不可能相信上帝 住在你的心里 上帝不住在你的心里 谁来监督你呢 人们找了很多办法 比如说你有教育 你有很好的知识训练 你有很好的教育背景 你有很好的老师 你有很好的家教 你有很好的制度 你有很好的法律 你可以说一大 对 但是你要知道这都是些外在的东西 都是人试图从外在给予一个人一种牵制 一种约束力 一种监督 或者一种引导 但是事实上发现人跟人 这是无法改变的 人不能改变人 唯有耶和华见察人心 所以你最后你发现 真正只有那些相信上帝 就住在我心里的人 他在撒谎的时候 稍稍比我们这些 从来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 要好那么一丢丢 所以可以解释 为什么人家西方人做的东西就是好 就是好 你就是产品 淘宝这种垃圾公司 在美国这样的地方 一分钟都活不下去 一见官司就可以让你赔得底朝天 短步都赔掉 不可能 你只要发现你有一个产品是假的 你在那里贩售 立马就把你发得底朝天 怎么可能呢 三聚清安这种公司 这种所谓的引力模式 在美国在欧洲这样的国家 你绝对是你根本就是你那超市都进不去 你不可能你有生存的机会 反之在中国反而是你的核心价值 所以你想想马云他有什么呢 他模仿到了西方的一种互联网的一种 一种所谓的针对中小企业的一种解决方案 一点点一点点 模仿了一点点亚马逊的方式 然后灌输了一个巨大的污水池 就是中国的撒谎的技术 中国的把撒谎当成智慧的这么一个价值观 可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想想 人其实说起来真的很简单 不要撒谎 可是怎么做到不撒谎呢 你必须相信上帝 怎么相信上帝 你必须相信上帝住在你的心里 所以我们中国人 人是有良心的 可是你良心需要人 需要有一种终极的力量的维系 如果一人的良知 但是没有一个终极的力量来监督他 那人他是一个自由的人 人他是一个自由想象的人 比如说你是个中国人 你知道撒谎不对 我们从小也知道撒谎不对 可是为什么还要撒谎呢 因为没有一个终极的力量来监督你 这个东西是老是教不了你的 是社会教不了你的 是家是家长教不了你的 没有人能教你 只有上帝才能教你 可是你又不相信上帝 你说怎么搞呢 那就结果就存在两个道路的选择 有人相信上帝 然后过得一种起码 看上去有点人的样子的一种 不那么 所以说中国 为什么说中国是个地狱 中国这个地狱 它的主要的表现形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谎言 真的没别的 我告诉你 中国之所以是个地狱 它的唯一的表现形式就是谎言 当我们每个人都撒谎的时候 就觉得中国是个地狱 你放心如果美国人 如果像纽约市市长这种人 开口就撒谎 很快纽约也变成个地狱 如果他有天当了美国总统 他也美国就是个地狱 一点都不客气 上帝的话语是普世的 针对任何人都有效 所以我们就每天就讲这些 我也觉得我讲不出任何新东西 而且我不仅仅为我这个时代而感到羞愧 感到难过 我为我自己的内心深处 无所不在的谎言 而我也感到绝望 感到很难过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谎言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是谎言的制造者 我们每个人都是谎言的受害者 而真正有能力战胜谎言的人 为素太少 没有几个人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一天都晚骂共产党 可是如果我们每个人也在撒谎他 那么我们有什么资格骂他呢 我们一天都晚骂这些 fake news 骂香港的凤凰卫视 骂东方卫视 可是我们自己开口就是谎言 我们有什么资格骂他呢 真的是 真的是为我自己的人性感到深深的羞愧 为我自己的人性感到绝望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一群 死无葬身之地的货子 我们真的是一群毫无希望的人 所以我接下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这是我们在人间 在人与人之间寻找希望 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 谎言充斥我们这个世界 在人间找不到希望 所以我们做一个祷告 尤其是基督徒跟我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感谢你常常住在我们的心里 求你监察我的内心 让我时时刻刻 意识到你与我同在 让我时时刻刻意识到我不能撒谎 让我借助你的力量 让你的话也时常提醒我 不要受谎言的诱惑 让你作为一种公正的旁观的 无所不在的力量 时刻的提醒我 要谨慎我的口舌 谨慎我的内心 随时可能说出的任何一句谎言 让我活在这样的一个悲惨世界 不要一开口就是谎言 让我要远离诱惑 远离试探 远离谎言 因为我自己靠这些 我自己的所谓的理性的能力 我是做不到的 也求你怜悯这一个败怀的人类 求你怜悯我们这阳西 在黑暗中固引思念的人们 求你医治这个世界 求你医治我们的身体 医治我们的心灵 求你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这些满口谎言的人 我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神的念求 阿们